今天我們這裡 有些做文的對話 我就說 多行不義 必自立 前總統馬英九獨左轉 拐國安就是要罵蔡政府 前一天馬英九南下台南募款餐會 更是火力全開 說開放美豬可惡 三罵蔡政府無恥 馬英九說你進口美豬是無恥耶 知道馬前總統又開砲 總統心情不受影響 幫著旅展振興觀光 為疫情後的觀光產業注入火水 總統淡化處理 但是隔一天馬英九火氣更大了 不是有一點可惡是很可惡 全世界197個國家 有161個占到81% 已經不用這種化學藥品了 為什麼我們還要用 明明美國的這個 沒有瘦肉精的豬肉 已經有進口了 把這個增加就好了 所以我主張歡迎美豬 反對萊豬 馬前總統延續國民黨一貫論調 只罵美豬不談美牛 民進黨回籍著勢驚非 2012年就是由他進口 含萊克多巴胺的美牛 難道昨天這樣的批評 是在罵他自己嗎 一個前任的總統 說出這樣的言論 才是令人可悲 民進黨痛批2012年 馬前總統舉證 排版美牛進口 八年過去 他又再跳出來 反對進口美豬 昨天三罵無恥 今天再罵可惡 馬前總統立場三變 讓人看不明白 三地新聞 稍宇至成長特別報導